近日,有摄影师拍到王思聪再次出现在成都太古里,在众多城市之中,王思聪对成都和杭州可谓是情有独钟,被偶遇最多的就是在这些地方。 在太古里这个街拍扎堆的地方,王思聪带着美女出街,实在是太过扎眼,你来街边路人纷纷侧目。 视频中,王思聪的打扮可以说是相当随意,衬衫外面随意套了个黑色卫衣,下面是运动裤加运动鞋,本身身材就没有什么优势的王思聪。 在这样的搭配下,基本跟常人无异,除了他标志性的脸庞,彰显出与众不同外,不少网友都觉得其时尚感不如路人,不过王思聪身后的两个女生,却颜值一个比一个高。 而且两人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大冬天选择光腿,虽然成都地处南方,但看旁边的路人不少也都穿起了羽绒服,但两女生却选择穿个短裙,光着腿陪王思聪逛街,不得不说是真的抗动。 视频中两人走路时膝盖骨骼十分明显,很显然也不是穿了女生冬天最喜欢的光腿神器。 不过或许是王思聪一直在吃东西的缘故,两女生并没有靠着王思聪特别的近,而是一步一趋地跟在旁边,走在前面时还时不时回头看一下,王思聪有没有跟上。 而王思聪这身打扮,虽然看上去没有什么时尚感,但却价值不菲。光脚下踩的一双鞋就是限量版的,在网上售价已经高达10万元。 此前王思聪曾专门晒过自己收藏的三双鞋,其中最贵的棕色款,更是价值36万。 而蓝色的这双也同样价值不菲,由于这次拍到的都是几人的正脸照,并且得益于现场的摄像师,都是用的专业器材。 很快就有人查到了两个女生的身份,不出意料的两人都是如今的网红,一个小鹿,一个娇可然。 而中间穿白色衣服的娇可然,更算是王思聪的老乡识了。 俩人自2018年就被拍到坐在一起吃饭,后面还多次被拍,疑似正处在恋爱阶段。 不过后来娇可然曾否认过跟王思聪交往,只表示两人是普通朋友,随后娇可然是淡出了王思聪的圈子。 王思聪后来被偶遇,就没再见过叫娇可然的身影。 不过今年,娇可然再次出现在王思聪周围,是在7月份王思聪跟一群女生在户外烧烤,期间有人发现站在旁边品尝烤肠的女生,疑似是娇可然。 而娇可然之所以在圈内小有名气,还是因为她在17年,曾跟《变形记》中的陈欣颖爆出恋情绯闻。 不过在一年后似乎就搭上了王思聪这根线。 这一次,娇可然也十分大方地直接在自己的账户里,晒了乘坐私人飞机的视频。 而这架私人飞机,据悉就是王思聪本人专用的。 这次跑太古里逛街,王思聪还大手笔地用私人飞机,拉着两位女生一同前往,不得不感慨王思聪依旧豪气。 不过也有网友猜测,或许也是因为王思聪此前上过失信名单,所以高铁飞机都买不到票,不坐私人飞机来回可能并不方便。 而飞机上也是各种临时饮料一应俱全,娇可然像是第一次坐王思聪的私人飞机。 不仅发了视频,还一连晒了好几张照片。 当然要说王思聪是不是又换女友了,倒也不见得,因为就在这个月初,当初的女友小雨,还在王思聪家开万圣节派对。 从当初很多人不看好小雨,到现在,小雨在王思聪身边,也坚持了好几个月的时间,不能算是最短的一任女友了。 而当晚在王思聪家的万圣节派对,看上去非常成功,基本没有男生角色。 几位女生几乎都在王思聪家的镜子前打了卡,只不过当时的照片中, 并没有出现王思聪的身影,不知道是不是在忙别的事情。 但说起来,王思聪确实挺喜欢万圣节的,此前还专门cost过一些角色。 带着一群女生出去,也转足了眼球,而且每次合照,基本都是重心捧月般的被女生围在C位。 甚至女生都快要倾斜到王思聪怀里。 说起来,这些年王思聪身边的女生无数,但从没有一个能够坚持到最后,跟王思聪一起走进婚姻殿堂,而王思聪此前也曾憧憬过自己的爱情。 更是晒过一个素描稿,表示这就是自己幻想中的爱情,不知道这12年过去了,王思聪有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。 只不过后来,王思聪在采访中又表示,自己是不婚主义者,虽然爱情跟不婚似乎没啥关系,但哪个女生不希望爱情最终有个归宿呢? 当然有不少人猜测,王思聪未来或许会被王健林,强迫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结婚。 你们觉得王思聪会结婚吗?